我们在一起三个月了 我也能感觉到她是喜欢我的 可是 她好像不愿意将我们的关系 继续发展下去了 我的底线屡屡被触碰 你根本不懂我 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她对我有太多的偏见 我觉得她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我 再这样下去 我的热情也将消磨殆尽 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谈风月 不谈现实的小女孩了 我现在想要的是一份踏实和稳定 我不想猜测 更没有时间和你玩感情游戏 你就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 我真的很委屈 她觉得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但我接受不了啃老的骂宝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孙先生37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有请 叶女士42岁 来自辽宁 特体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是您想来的对吧 是 我跟我女朋友呢 已经相处了三四个月了 基本上都是聚少离多 因为本身我们是异地恋 都是靠电话去沟通 我想要她呢 多来上我家里人们来见一见 来聊一聊 但是每次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她都是在拒绝 或者往来推我 我先问问啊 42 30 有过婚姻吗 之前 对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有孩子吗 有宝宝 孩子跟谁 跟她父亲 跟父亲啊 什么时候离异的呀 有五六年了 您呢 我也是离异 有宝宝吗 有 跟妈妈还是跟您 现在跟我 男孩女孩 女孩 那你们异地怎么认识的呀 我之前我有一个 挺好的一个朋友 她的老婆 她是做梅业的 然后她带我去参加过一次 这个梅业的一个会议 然后在这个会场上认识她 算一见钟情是吧 当时就是觉得 这个人挺吸引我的 然后加了信息 但又挺长一段时间 没有联系 是 也就是五个月之前吧 然后我迷信得比较频繁 之后呢 就是确定了这个关系 我想要进一步的发展 但她每一次都是 各种理由去搪塞我 然后拒绝我 我就想上这来看看 我们问题出来哪里 为啥呀 她今年就是三十七八岁了 然后您问问她 有没有一分收入 一分的那个存款和积蓄 我问问 有吗 是这样的 这个存款我真的是没有 存款没有 对 但是这个存款没有 我觉得不是我主观 意识上不想存 因为我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我做了一次小的投资 当时是看好了 我们当地有一个商铺 但最终这个商铺呢 也没有成型 所以这个钱就扔里了 然后我现在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每个月呢 我就挣三千多块钱 所以我要带孩子 还还房贷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确实没有进去 其实她每个月收入三千多 我觉得都不够自己用的 而且呢 她还有很典型的肯老 所有的事情 都去指望她父母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 是指我父母的 她有的时候 她不跟我沟通 很少给我就是说 有机会说 让我去沟通 我自己这方面的事 也很少跟我讲她这些事 她只是非常片面地认为 我是如何如何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住哪啊 我现在是 暂时跟我父母在一起住 但是我有自己的房子 我跟她说了 如果说我们在一起的房子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想住你那个老房子 我跟你说了 我说我想要一套新的房子 因为我认为老房子里面 随时都能 就是都能想到 她和她前妻那个身影 但是我觉得房子这个事吧 有 它就是有 对吧 它老与旧的都无所谓啊 而且的话 如果我也跟你说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房子 有我跟我前妻的这个记忆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房子翻新的 全部重新装修啊 对吧 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套新房来啊 重新装修 主持人 重新装修 你问她有钱装修吗 您问 您答就行 我就不问了 您有钱装修吗 我问您 您所就是说的 所说的装修 你回答我的很理直气壮 你告诉我说 我父母拿钱装修呗 是啊 你父母给你拿钱装修 所有的装修风格 包括材料 什么家具啊 家电呢 都要按照你父母 喜欢的风格去装 就这点小事 主持人他都做不了主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确实 我没有能力 去装修这个钱 我没有这个支付这个能力 那我父母做主 他给我出钱 他做主 不也很正常吗 那你看我父母要求的 是一种中式的装修 中式他也分这个新中式 对吧 新中式的装修 我想他这个本身 我就来您一句啊 您说 您不是要娶他吗 是啊 那这房子的风格 不是得 你们俩喜欢吗 你父母喜欢 有啥用的吗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我父母出钱 他总得得有一定的话语权吧 他是有话语权 所以这就是他 他说你啃老吗 那如果说他要是觉得这一点不合适的话 那你愿意等我两三年吗 我们俩一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不就问题吗 行 这事我明白了 就是女生觉得男生不够独立 换而言之 经济基础不是那么好 对 是吧 来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 他不给你机会走近你了解你是什么意思 本身我们是这个一滴的嘛 唯一的沟通桥梁就是一部电话 但是每次给他发微信的时候 他都是迟迟不回 或者说打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拒绝的 打十次有九次是给我拒接的 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的工作性质和他不一样 他就是朝九晚五 可以说很清闲 我呢本身是说做个体的 做这个美业的 这一块就是顾客来的时间 我掌握不了 就是说什么时候顾客来了呢 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忙一会儿 再说了你给我打电话什么的 那有什么正事吗 一点正事没有就是个闲聊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有时间了我可以给你回 没有时间的话 我肯定是要以工作为主 情侣之间聊天一定要聊正事吗 一定要聊国家大事吗 不是 情侣之间聊天不就是亲亲我我吗 再一个了 你的那个店里不是有三个美容师吗 他们不接待顾客用你自己亲自上阵吗 高端的顾客肯定要我自己亲自去服务 而且就是说对顾客之间 我们是要有客情关系的 需要就是说 后续的一些 你不懂 你本身你说你 你那个工作一天多清闲呢 你不了解我这个工作 所以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在这块去评价 你我不了解 你可以给我沟通的机会对吧 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你根本不给我沟通的机会 你也不让我去了解你 并且你也不愿意更多的了解我 你经常向他打电话 你就问了 或者我给你发条信息呢 第二天我再次给你发的时候 上面那条信息你还没有给我回 不就是不喜欢吗 不喜欢你啊 你这 成年人还需要人家跟你说的这么直白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不喜欢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想法在里面吧 因为他有的时候 他回信息的时候 对我还是很温柔的 哦 为啥老对人忽冷忽热的呀 我听明白了 这就算忽冷忽热吗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 在我内心 我就认为他就是一个 没有责任性 没有担当的那种类型的 哦 为啥呢 因为就是说 你通过这几个月的这个接触 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就感觉就是他很不成熟 特别幼稚 依赖父母这话我就特看不惯 我只要提到什么 他都首先想到 我问问我父母吧 跟我父母说一说 嗯 就是有点典型那种妈抱男的那种性格 哦 所以我不太喜欢 我喜欢比较有主见的 而且就是说 有点责任心 成熟稳重 有担当的 能挑起家庭重担的这样的人 我是比较喜欢气场的 除了他跟父母这一块 还有什么觉得这小子不行的 他就是说 那身边这个异性这个女闺蜜 走得比较亲近啊 这就是同学而已啊 仅只是朋友而已啊 这怎么能说 说什么亲近不亲近呢 他顶多就是比普通朋友 更好一点的朋友而已 而且我们干干净净 什么事都没有啊 干干净净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俩正在吃饭呢 可以说我们俩在约会呢 你接到你闺蜜的电话 你马上就走了 还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去给人家去换水管子去了 在我看来的话 你俩的关系就比我亲近 你能把我扔下 你去跟他去 去给他给他家换水管子了 你认为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我在你心目中有位置吗 我为什么去给他换水管子了 我们俩第一次吃饭 你在全程 你从进去到那个饭店开始 你就在鼓动你的电话 鼓动你的手机 你就一眼都没正眼看我 我们俩聊天 你聊的什么内容 你现在能记住吗 你现在能想起来吗 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外面天气挺凉的 你多穿一点 你说行我吃饱了 那我先走了 你当时在那坐着的时候 你有把一点注意力 注意到我的身上了吗 现在就是说得出现这些问题 你把这些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了 就认为我没做到是吗 都是因为我没有做到 然后导致的 你跟你闺蜜走得那么近 导致的你跟你闺蜜 两个人出去去游玩的时候 带上你们双方的父母 什么意思 因为本身我的这个 他所说的闺蜜 就是我同学 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 比我跟他认识的时间还要少 而且那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已经通知过他了 我也邀约过他 因为我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同学 他是要带着老公和孩子 在家父母一起去的 我说那也行 我说我也带着我父母 包括我的女儿 我说再把我现在的女朋友喊着 我喊过他 但是他没有去 他就是说他在忙 他说有客户要接待 他说我去不了 他有老公 你去给他换什么水管子 他有老公 换水管子是另外一个 你看看主持人 你看看 他多少个闺蜜 好好好 明白了 就是女生在三四个月的 接触过程当中发现 她没有责任心 啃老也好 骂宝也好 然后她闺蜜还很多 对 是吧 所以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对 没有安全感 不是 她怎么能没有安全感呢 我这些事 我也没有隐瞒你的地方 我都跟你说过 对吧 之前我跟你说了吧 我说我在感情方面 我是有洁癖的 是不是 我说了我的男朋友 就只能属于我自己一个人 你这个身边那个朋友 该放下就放下 我点过你 跟你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你还是一一孤行啊 你还是认为 你的朋友比我重要啊 那我这个女朋友 在你心目中有位置吗 我现在已经跟他们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了 而且上一次的这个 就是跟父母出行这一块 我现在已经跟你当面 当着咱们节目主的面 我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吧 你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事呢 行 这事咱过 这事咱过 过 过 还有啥看不上呢 她和闺蜜之间嘛 这事倒是 说一起出去玩倒也行 过后她跟我解释了 咱过 但是她 那个闺蜜还得介绍女朋友 问题是你去看了吗 不是 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想 把她介绍给我 这些朋友认识 但她一直不来 我的朋友就一直认为 我在说谎 在她意思就是 我一直是单身 但是她就是好心 好心的话帮我去 穿弄了这么一个相亲 当时我去之前 我是真不知道 等我到那里以后 我才发现多了这么一个人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些事 我跟你讲 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呢 你有这些 就是不高兴 不开心的地方 我给你发信息 或者给你打电话 你告诉我就行了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你也不给我机会 然后你全在自己藏在心里 然后你就主观地 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把这些说开 不就好了吗 不单单是说 闺蜜这方面的事 她父母其实也挺看不好 我们这一段感情的 然后呢 有一次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 她母亲在那个对面 就是电话那头就说了 说儿子呀 讲来呀 咱可得找一个 和咱们年纪相仿的 咱不找大的 而且要找咱安山室内的 咱们不找远的 就是你说你父母 你母亲说电话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妈妈来说 她肯定希望她的儿子 能找一个 跟她年纪相仿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俩接触这三四个月 我们本身都是二婚 那既然已经接触三四个月了 我觉得应该 把你领回家 让我的父母见一见 看一看 这样的话 至少在她的印象中 不会只是说 你比我大几岁 我认为 这块你做的就是不到位 你可以跟你母亲沟通 对不对 我的什么情况 你可以详细地 都跟她说呀 你又没有说 做到去开导 去劝说她 只要我喜欢就行呗 我要跟她生活一辈子 我想听到的是你这句话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过后放下电话 去跟她说这些事呢 那难道我一定要 在我们通话的过程当中 我去跟我母亲 说这些事吗 我觉得这是 我应该撂完电话以后 我再跟我母亲说的 而且我已经跟她说完了 这些事都 你都不给我机会 跟你沟通 你从来都是不听我解释 就是主持人 你会发现她有一点 她一直都这么强势 我跟她相处 这三四个月吧 一直都感觉 我感觉我像她 她的那个店里的员工一样 那怎么着呢 就是你看 我什么时候去她呢 要听她的 我什么时候给她打电话 打多长时间要听她的 我去她呢 应不应该给她 带什么东西 也要听她的 所有东西都是她 以命令的口气 来交代我做事情 对啊 这不是说明 她没爱上你吗 这不很简单吗 你要纠结这个干嘛呀 就是没爱上吗 成人之间这些信号 足以给你释放出一个东西了 就是快离开吧 我不喜欢 或者我没有爱上你 或者我们不匹配嘛 问她干嘛呢 纠结在这儿 可是你没爱上我 那你为什么要开始呢 既然你同意了我们去接触 我们去开始 那你现在你没爱上我 你就这么拖着我吗 我懂了 就是你要不喜欢她 你给她个干脆 是这意思吧 我错在哪了 或者我哪一点 达不到你的要求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努力去更正啊 我可以去改呀 行 我们先把你达不到要求的 先回溯一下啊 第一 啃老 能力不强 妈宝 对吧 第二 跟有一些异性 保持的尺度不轻 对吧 第三 你们家人认为 她的年龄比你大 让她对走进你们家 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 就我总结三点 没错吧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前几天 居然带我去参加她 前妻的婚礼 这个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当时的时候 主持人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 她说我同事 我同事结婚 然后我带你去参加婚礼 今天打扮那漂漂亮亮的 跟我去 然后我这也是 这个我把那个名人院 活都放下扔下了 然后我去跟她参加婚礼去了 结果到那块了 我一看 知道那个李静她随多少吗 李静居然随了一万 多大方啊 有什么呢 我李静居然随了一万 不很正常 那我参加我前妻婚礼 我多给一点 她最后可能还花到我女儿身上了呢 那我问你来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是你的普通同事 我如果要是不骗你的话 你能跟我去吗 我要是告诉你说 是我前妻的婚礼 你肯定不能答应我跟我去 我就想要你跟我去 去了以后你给我撑撑面对吧 你既比我前妻漂亮 然后你的工作呢 跟朋友也比他好 你赚的也比他多 我觉得这样我很有脸呢 我很有面啊 所以我一定要你去啊 那我问你这一万里金 是从哪来的 一万里金 我确实是在我父母那要的呀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幼稚 不成熟 而且我接受不了 那个主持人你说 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 不尊重人的一种态度 是是是 对 带我去参加你前期的婚 您咋想的呢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啊 不是当时可能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但是你要是有这么大的反感的话 那你过后你跟我说呀 你为什么不说 你一定要到这来说呢 不 他说 人家态度不就很明确了 不想跟你处了吗 还没转过这弯来是吧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是说 可能是我 我是不是哪地方做的 你不满意 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呗 都说了 你是不是也有这个苦恼 主持人 其实我觉得吧 他就是最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挺优秀的 真的没有深入的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还行 从这个 咱说从这个五官 外貌各方面 我觉得我还挺满意的 但是了解下来 我确实觉得你真的是没有担当 你真的是 就是说你调不起来家庭的重担 我呢 经历了失败的婚姻 我确实是想找一个依靠 但是我觉得你靠不住 这话还不明确吗 那你给我机会 你才知道我能不能靠住 你也不给我机会啊 我的天哪 行了你来了那就别白来了吧 四位老师帮他点醒一下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波红兄来 这是我所听到的第一个前夫哥 亲自去参加前期的婚礼 您的目的 是为了向他彰显 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很幸福 对吧 对 你过得好吗 跟你一起去的漂亮的女朋友 是你骗去的 谁的一万块钱里 是从自己老年的父母那里讨来的 就从这一件事情 你就对他有了本质的了解 你们两个人再继续谋合下去 那是一种折磨 没有必要 你也坦坦荡荡 明明白白说一句 我们不合适 你呢 也在今天这个场合 给自己一个面子 不要从这个门里出来 好吗 你有这么多女闺蜜 如果她们合适的 你不妨去谈一谈 余老师 她的闺蜜太了解她了 没人跟她 这个42岁的漂亮的美容院女老板 被她的外表给骗了 以为看起来丝丝稳稳的 谈吐还可以嘛 看她女老板自己做生意 她在爱情上 她有一颗少女心 被这个人的外表骗了 而闺蜜们都了解她的一心 就这么简单 女士你已经完全了解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不靠谱的人 你来干啥吗 你走不就完了 你还来干嘛 但是我考虑了 如果她真的能 可以为了我改变的话 我给你看看 我的小本本上 记得啊 你这叫 不切实际的期待 怎么了 这活到40多岁了 闺女都长大了 做生意也赚钱 活回去了呢 我们要去找一份爱情 那就是切实际的 过日子的情感 风花雪月 图一时快乐 对你来说还有意义吗 男士我怕你 对生活是有什么误会吧 你对恋爱 我觉得有误会 你不明白 什么是恋爱关系 这是你女朋友吗 是啊 我告诉你不是 她不爱你 她跟你坐在一起吃饭 就玩手机 她看到你电话来了 烦得挂掉 信息长时间不回 离得不远 也不愿意见你 这不叫女朋友 这不叫恋爱 这叫你的一厢情愿 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个误会 她误以为你是青年才俊 你误以为她喜欢上了你 所以看到了是误会 就赶紧解除误会 回归生活的正轨啊 好不好 谢谢严老师 珊娜老师 我给你们 另外一个角度和思路啊 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一眼都能看得出来 没爱上 然后还来到我们爱宝的舞台呢 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彼此需要 你想啊 这个男人需要女人什么呢 需要给他充面子 那女人需要男人什么呢 需要一个能让我随时当员工 发号施令掌控他的男人 就在外人的面前 你是女强人的形象 独挡一片天地 你真的需要一个 能让你依靠的男朋友吗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觉得男人靠不住 所以要靠自己嘛 对吧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位 能够在身边 想起来的时候 来 过来 觉得我现在忙了 走吧 你是否能够接受一个 不爱你的女人 但是呢 她还需要你 如果你要是能接受 你就不要对人家 有那么多的要求 你要不接受的话 就转身走 不要说 哎呀 你给我个机会 给啥机会 你还看不明白吗 为啥找你啊 就是需要 所以明白彼此人生 要走什么样的路 找什么样的伴侣 好吧 谢谢 现在男人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要是遇到死缠活缠着 条件不怎么好的 一心想嫁给你的 你会劝他们 放开点放开点 不要那么紧张 我们没有必要 那么快进入下个阶段 我们要轻轻松松地 先恋爱 先加深了解 对吧 遇到条件好的了 你就忽然决定 赶快成伴侣 我们得认真点 你想跟我玩 你想跟我轻松地相处 不行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内心戏嘛 因为姐姐还是足够好 所以弟弟就决定 我用结婚这个方法 能不能把你套住 因为我担心跟你出酒了以后 你其实还是不要我的 我们都知道他没看上你 你为什么死活不认呢 你刚刚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那就是 你如果没有看上我的话 你为什么一早要跟我在一起呢 对不对 说这话你自己不觉得有点害羞吗 你都是离我一茬婚的人 你跟你前妻在一起的时候可认真了 你不还是离婚了吗 感情这事 我对你电光石火的那一刹那 我就是认真的 跟你相处五分钟 我的这个心已经冷了 我不喜欢你 你还不许我不喜欢啊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就是 有一点就是死缠烂打 就不太好看了 你跟前妻送礼那个事 就是实在让人没法替你说一句话 钱从父母借的 女朋友是哄骗着去的 还要叮嘱女朋友专门要打扮好看点 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有牌面 最后还来了一句 钱给多也没事啊 反正她是花在我女儿身上的 这是情商智商都堪忧 这不只是说她的能力的问题 二婚咱松弛一点 孩子也都有了 咱也不着急再生一个娃 有什么不能慢慢加深了解的 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姑娘成为精工之鸟 觉得你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死去白赖的 非得把她立刻拉入婚姻 是有债需要她还呢 还是父母二老需要她养呢 还是你要又干干嘛 她不想成为你的工具人 她想体会的是被一个男人爱 而不是被一个男人利用 你现在有很大的感觉上 让我觉得你不爱她 你也不打算了解她 你也不打算尊重她 你就是想把她拉进你的生活里 用来改善改造你的生活 咱不带这样的 拒绝的干脆一点 就此一别两宽 不管哪个年龄 不管因为什么 就是当一段感情来的时候 你只有动了真情 才有可能往前走 所以人家说爱情是可以跨越很多东西的 那个爱情指的是真爱 就是当两个灵魂契合在一起的时候 也许你的所谓的穷 也许你所谓的荒唐 这个人都不会计较 当两个灵魂还没有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把那些东西弹得再花里胡哨 都没用 您再优雅 这个容颜保持得再好 你也吸引不了好的男人 因为爱没有道 那我觉得就共勉吧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刚才听了老师们说了这么多 我现在五位杂成 我也不知道该表白什么 如果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 你现在可以说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下去 我觉得彼此认识不容易 其实我对你 其实我在没来这之前 我真的是想过 如果说的你能赚钱养护你自己 哪怕工资说一个月五千以上 可能就是说我也能接受得了 起码你自己能养得挺好 再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当 在现场当着我的面 把你所有的这个女闺蜜 全都删除 第三还有就是说 关于你母亲这块 你父母反对的事 你能处理明白吗 哎呀我的天哪 你们都看走眼了 人家也动了真情啊 三个条件能答应吗 答应出来不答应就别出来 那三个条件 第一是月入五千 是吧 第二是删除所有的女闺蜜 第三个是说服自己的妈妈 那是要娶你是吧 对呀 起码他父母得同意啊 我觉得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肯定是不幸福的 能做到就出来 做不到就别出来行吗 别打众脸充胖子可以吗 可以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恍惚了 恍惚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此刻也太懵了 我的预测难出 女不出 我还是寄希望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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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什么 请开门 我说对了 来吧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光 请亮灯 你帮他开个美容院 然后月薪给他开到5000以上 他就能够满足你其他所有要求了 但是女闺蜜就不用删了 全可以变成女客户 她已经搞完了客请关系 我下去就删 别删 客请关系 客请关系 来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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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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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